大家好,我是比较年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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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玩的封面军队,不知道各位同学还记不记得这部之前分配奥效果的那个L-404老师的新作,The Main Hunting Another World,这个最新的剧情有点搞笑啊,回来给你们讲讲啊,这个男主啊,差点就被砍死了,要不是被救的话,差点就被砍死了,这个内容是什么呢,我没有写万了,封面军事,西斌,然后就简单的说一下,这个他男主的那个精灵嘛,然后打算介绍到一个夫人啊,也就是介绍另一个供举的夫人给男主认识,然后带上去一看啊,很显然 男主的等级跟段位啊,没有这个公爵高啊,被那个,被这个夫人短短的套几句话,就已经被套出来个人讯息了啊,而且这个夫人厉害的哪一点,他,他不会让你看出啊,他没有让男主看出,他看出了男主有问题啊,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,在之后呢啊,男主还在畅想着自己这个,对吧,的幸福生活,突然啊,突然就,就被人啊,用那个,那个塑料袋啊,套出了头啊,被两个士兵啊,拉到那个河边了, 然后这个河,这个桥,好像那个圆车里的那个桥啊,之后男主这个,先开一看啊,果然啊,是,是那个夫人把自己带到这里来的,然后他说他发现了男主,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啊,因为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都被当做奴隶,所以说,就被赶走了,但是男主不服啊,男主还要争取一下,结果,结果直接就被那个女骑士一刀给捅了,捅完之后,本来男主还不会死的,男主又嘴见啊,又嘴,又嘴了一句啊,直接,结果那个女骑士,直接反手一剑啊, 给男主送到西天剑佛祖去了,但是,过后呢,男主被另一个那个暗精灵给救了,然后巧的是啊,这个暗精灵他也是一个当真master啊,当真master,然后这个男主就拜这个暗精灵为师了,这他妈的什么剧情,我都服了,这个剧情啊,太有意思了,然后再之后呢,最新一话是有一对人啊,有一对一男一女的情侣,然后上来,上来那个他们师傅啊,就是那个暗精灵那个店里面捣乱,然后,男主被男主狠狠地叫群了, 照这样看来,男主又还要杀回去啊,男主要开始复仇了啊,什么恢复世事的重启人生是吧,这个这个漫还挺有意思的,比我想象中的有意思啊,竟然来了这么一出反转啊,期待后面的剧情好吧, 那么这边就讲这了,然后这个办法我是不会解释的,你们自己去看的啊, 哦,如果板上来说究竟没版